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金將宗望被迫退兵時 宗司道向宋蔭宗建議 趁金軍渡黃河之際 發動一次襲擊將金軍消滅 宋蔭宗不僅不同意這個好主意 反而將宗司道撤了職 金軍退走後 宋蔭宗和一批大臣 以為就這樣就可以安穩度日 誰知在東路的宗望雖然退兵 西路的宗漢率領金軍卻不肯罷休 靖康元年10月 金軍又開始對北宋發動進攻 太原真定很快失守 11月中旬 西東兩路金軍相繼渡過黃河 蔭宗軍神知道金軍渡河 向東京進軍的消息後 嚇到京方失措 不知道應該怎樣退敵 宋蔭宗派大將 宗司忠大兵前去救援 半路上被金軍包圍 宗司忠兵敗犧牲 投降派的一些大臣 正嫌李剛在京城外事 就寸著宋蔭宗 將李剛派到河北指揮作戰 李剛明知道自己遭到排擠 但要他上前線抗金 他亦不願意推遲 李剛到了河北招兵買馬 準備抗金 但朝廷命令他解散招離的新兵 立刻前往太原 李剛調兵顯像分三路進兵 但是那裡的將領 都受朝廷的直接指揮 根本就不聽李剛的命令 由於三路人馬沒有統一領導 結果就打了一個大敗仗 李剛名義上是統帥 但是就沒有實際的指揮權 只好向朝廷提出辭職 宋輝中切了李剛的職 將他貶責去到南方 金人最怕是李剛 現在李剛罷了官 他們就再沒有顧忌了 金太宗又命令中漢中亡向東京進返 這個時候 太原城被中漢的細奴軍圍困了八個月之後 終於陷落在金兵的手裡了 太原失守之後 兩路金軍同時南下 各路宋軍將領聽到東京吃緊 主動帶兵前來救援 宋蔭中和一些投降派大臣 忙著準備割地求和 竟然命令各路援軍退回原地 面對兩路金軍不斷逼近東京 宋蔭中被嚇壞了 一些投降派大臣又整天勸宋蔭中向金求和 宋蔭中只好派他弟弟康王趙舊 去到中望那裡求和 趙舊經過池州 周官忠澤對趙舊說 金耀殿下去以和 不過是騙人的把氣 他們已經兵臨城下 是求和的態度嗎? 池州的百姓也攔著趙舊的馬 不讓他去金營求和 趙舊也害怕被金人扣留 就留在雙州了 過了沒多久 兩路金軍已經趕到了東京城下 繼而猛烈攻城 城裡只剩下三萬禁為軍 沒多久就差不多逃跑了一大半 各路將領因為朝廷下過命令 也不來前來東京救援 這個時候 宋蔭中已經是叫天不應 叫地不聞 見到末日來到 沒辦法 宋蔭中痛哭了一場 親自帶著幾個大臣去金營宋航書 宋航勒令 蔭中將河東河北土地全部割讓給金 而且向金獻金一千萬錠 銀二千萬錠 捐百一千萬匹 宋蔭中一一答應 金才將他放回城 宋蔭中派了二十四名官吏 幫金軍在皇親國戚各級官吏 和尚道士等人家徹底查抄 前後抄了二十幾日 除了手去大量金銀財保之外 還將珍貴的古門文物 全國州府地圖檔案等搶劫一空 靜康二年3月7日 金人扶植張邦昌建立傀儡政權 4月1日 金像中望中巷押著臂膚 而扣留在金營的宋輝中 宋蔭中和王子、王孫、後妃、公女等 四百多人回金 同時滿載落奪的大量金銀財保 金軍退兵時 還將送公中所有的法家、 老保等儀仗法物和公中用品 以及秘閣、泰青樓、三館所藏圖書 連同內侍、內仁、技藝工匠、倉優、 虎庫促職直卷一空